文化也比较有意思 有老外就跟我说过 说你们中国人运动项目 打得好的都是个人项目 对 跳水 体操 乒乓球 羽毛球 只要配合的就不信 所以人家说的是小球打赢 大球全输 对 我想问一下 王晏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不是中国人不能配合 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倒不觉得是没有配合 而更多的是还是一个基数的问题 就是说你包括美国现在的足球 为什么现在这么厉害 也能排进世界前十名 就是因为它有更多的孩子 清训 包括欧洲像梅西 都是当时在巴塞罗那清训基地开 它有一个完整的系统 从很小的小孩开始 到咱们所谓的少体校 然后又进青年队 然后又是大学 然后最后进职业队 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距离 你不能说中国14亿人 你为什么连11个人都跳不出来 可是中国14亿人里面 只有5000个人踢足球 而在这个小小的国家里 包括像卡塔尔 像这种国家 人家有5万人在踢球 所以说这个它还是有区别 为什么中国乒乓球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打乒乓球的人多 所以说你才有机会 而现在这些年 中国对足球来讲 已经就不那么重视了 所以说中国足球一天不如一天 也是情理之中 对 Frank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人这个足球上不去 当然我们刚刚谈了好多原因 你怎么看 两个问题 一个是体质问题 体质问题就像水一样 如果说你这个体质有问题 水是长不出东西来的 那英文有一句话 就是Oil and water 实际上它不是水 它是油 它当然长不出东西来了 因为它不干净 如果你是水的话 自然能长出东西来 我跟你讲一下 这个中国足球 我来对比一下英超 咱们说英国这边的足球的这个文化 它不仅仅是一种体育项目 它是一个生活 那我身边的朋友很多 你去问他 你去干什么 他说我周末去踢球 这是很多人 然后呢 你的孩子干什么 那我说我的孩子就玩翻船 那我那个孩子踢球去 它大量的人在投入这个状态 它是几代人几代人持续的在做 我刚报道英超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查 我说今年哎呀 这个又暴冷了 说这个77这个穆里尼奥来不太重视这个组总监 他说我有经验 我很厉害 我夺过这个欧洲冠军 我是special 那我很厉害 那我的球队肯定能赢 结果来了一个四流球队叫Scoffin 现在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个阵呢 有8万人 然后他那个球队的球场很小 然后穆里尼奥说这是我的好机会 我要运用用一下我的这个二线和替补 还有青年队的队员 那结果这个当天比赛的时候来了49个coach 装了2500人的球迷 把这个斯坦福桥给装满了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不是他这个镇上的人也来支持这个球队 那穆里尼奥就傻了说哎呀他怎么有这么大的noise 这么多人支持这一个8万人的小镇的一个球队 就是说不可思议嘛 就是说然后最后他这个球队在上面还进了一个球 搞得切尔西非常的被动 然后呢一定要在下半场那个使劲的调度 然后上主力最后是勉强的3比1给搬回来 但是从场面上看那切尔西一点便宜都不占 那赛后这个BBC的采访的一个女球迷说你是他的这个球队的球迷吗 你这个镇上才这么点人 他说我小时候支持过他 那那个女球迷非常逗 说我一直支持他 但是我还得支持其他球队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里承受不了 他太小了 他就是四级 他可能过两年他就不是职业联赛了 他就掉下去了 我们这些队员里有的是这个邮差啊 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啊 有的是这个这个律师啊 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去跟切尔西这个英超的第一名去拼一下 然后我们有这么多球迷去支持的 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这是不可思议的 那英超这个这个这个在英格兰吧 他最老的是独总碑 这个这个碑呢有150年的历史 每年报名的球队有700多支 去年有700 760多支球队 那你说说那这个群众基础这个文化 你根本就没法比 对吧 然后再接着这个谁说的这个制度 刚才这个这个中国的腐败问题 他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咱们就说一个最基本的英超为什么成功 他一个他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这个报仗 去年还是前年 我记得是德勤 他是专门给体育做这个会计 他报出来 英超的分账是非常非常的公平 在欧洲的这个整个欧洲的联赛中 50%的钱这个电视转播费是平均分 无论你是这个曼城是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 你都能分到50%的转播费 这个在西班牙意大利是不可思议的 那基本上在西班牙黄马河巴萨他要拿一半呢 剩下那个十七八只球队来分这个剩下的50% 而英国不是有50%就打加军摊 结果最后一名的诺维奇在2020年分了一个亿 就是他上到英超就拿一个亿 而第一名才拿了1.6个亿 他有25%是分给facility 是分给你的这个设备 就是大家不同的这个投入了多少 是25% 那我们是按比例还是怎么分 总之是四分之一 他只有四分之一是按成绩分 只有25%是你说你曼城打得好 是因为你有这个中东的石油投资 那好那我多给你一点 你打得不好最后一名 因为你是一个英国洋机场投资的球队 OK你第一次进入英超 或者你是一个百年老牌 但是你没有资金支持 没有国际上的钱 OK你的成绩打得不好 那我就给你分帐的这个区别 只有25% 这是非常公平的 那如果说中国有这个分帐制度 而且这么透明 那我想他肯定是有机会 当然是很可惜他没有 因为领导不干 领导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文化是叫赢者通吃 这个是特别重要 我有权利或者我是赢家 我这个利益我全占了 这个是有点糟糕 但是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前邓小平喜欢足球 邓小平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 你想他喜欢吃法国牛角包 喜欢吃起司 喜欢喝酒喜欢喝红酒 他四川人他不喝五粮叶 他也不喝茅台他喝红酒 然后他玩的游戏是桥牌 他不打麻将 然后他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就是足球 所以他很关注足球 他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是不是 要从娃娃抓起 要从小孩开始培训 这是他重视足球 习近平更是厉害 习近平非常非常喜欢足球 我们球迷界经常讲 一招是球迷一招 一辈子是球迷 我相信习近平也摆脱不了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关心足球 他是超级球迷 所以中国很多超级富豪 投资了很多钱在球迷里面 但中国事情为什么是这么怪 我就想问李军 就是领导越重视 这个足球反而越糟糕 然后接着这个足球迷